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各位在周五晚间的体育新闻结束之后 继续锁定五星体育为各位带来的本赛季中超联赛的转播 我是龙佳轩 那么今天我们将会为各位带来的是上海海港在主场对人长春亚太的比赛 演播间内我们继续邀请到的是老朋友李业 李知道 李知道 晚上好 佳轩你好 那今天的上海海港作为领头上的球队 其实已经可以在刚刚过去这个国家队窗口期之后 已经感受到这个身后球队紧追着这个压力了 身后的这个山东泰山队在经历了联赛的三连胜之后 已经将差距缩小到了只有九分 而且对于整个上海海港队来说 近期四场的各项赛事都没有能够取得胜利 要是无论是球队内部还是外界 对于这支球队都会有一点点的看法 今天这一场比赛可以说是间歇期之后的一个检验 也是整支球队的一场正名之战 一方面主教练的压力肯定是很大的 另一方面由于国家队的比赛任务 所以裹脚的状态怎么样 是不是有这种疲惫的状态 当然比较明显的一些改变 就是今天的首发阵容 我们看张立鹏 徐星 吴磊这些裹脚 因为刚才我们提到的这样一个问题 所以坐在了替补席上 其实我觉得其他的队员在这个间歇期当中 如果是比较有质量的这种训练的话 我觉得状态应该是问题不大的 没错 所以说也要来看一下 今天这场比赛这支海岗队 是不是可以给我们带来令人满意的结果 那么在比赛正式开始之前 我们首先来连线一下 在场边的五星体育记者吴威 有请他来给我们带来一些现在最新的情况 吴威 三个星期之前上海港队是用一个非常糟糕的表现 结束比赛来迎来休赛期 在得到一个超长假期之后 大家都是得到了冷静 那么之前和球迷闹得有些不愉快的 球员蔡惠康也是计划一会儿在赛前 是当面和球迷们道歉 也是希望得到大家的谅解 那么回到备战上 那么在大部分队员还是在这个假期 得到了很好的修整 那么在近一个星期的训练 哈威尔也表示大家练的是非常的辛苦 但是国家队队员是因为有比赛八个队员 加上是卢卡斯都没有得到很好的修整 包括是他们在比赛中的状态也不是特别好 那么可能有的人会认为 国家队队员在间歇期间比赛保持了状态 但是也有人会认为他们的状态不是特别好 而且休息也没有得到保证 包括国家队的打法和俱乐部队的打法又不一样 那么当然哈威尔肯定是属于有后边这种想法的人 在昨天的发布会上呢 他也是流露出了这样的一种意思 那么本来呀这场比赛哈威尔是希望能够申请延后一天进行 可以让国家队的队员呢有多一天休息 但是种种原因这场比赛还是如期进行的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今天哈威尔的首发是有这个阵容轮换的 那么我们看到国家队队员其实只有严俊玲和王生超 首发其他的都是一些平时的替补队员 或者是没有去国家队比赛的一个队员 那其实这样的做法应该说还是不错的 一方面呢也就像刚才我说的一样 就是哈威尔可以看看上一个星期这些队员练的一个成果 那么另外一方面国家队队员也是可以成为一个后手 那么对哈威尔来说今天这场比赛 其实对他来说也是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知道之前一波联赛的三场不胜 再加上一场亚冠不胜 一共是四场比赛不胜 其实俱乐部已经动了换帅的心思 但是因为考虑到一个整体的稳定 包括一个队伍的稳定 俱乐部呢还是希望给哈威尔一个机会 那么我想如果今天这场比赛 是海港的表现还是不是很好的话 那球迷毫无疑问肯定是忍无可忍 那么俱乐部其实对哈威尔 可能也没有太多的理由去把它留下 所以说这场比赛在我看来 也是哈威尔的一个自我救赎之战 当然对于海港来说 对这场比赛胜利也是至关重要的 毕竟留给他们这个领头羊的优势 也不是特别多了 已经是个问数了 那么不管怎样也是祝海港好运 今天能够重回胜利的轨道 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好 感谢吴威从前方发挥的报道 我们知道在刚刚过去的 这个国家队比赛日之后 其实每一支球队多多少少 都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那今天上海海港队的对手 长春亚太队呢 其实这个球队的主力前锋 应该说在现在呢 也是被征召到了这个亚运队的过人当中 所以说今天他们在封建上面 仅仅是顶地上的一个城长城 但是要知道这一支球队 可以说是双核带队 在中场塞尔吉尼奥 以及是祖一这两名外援的 这个侵略性以及组织能力 都是不能够为人所轻视的 所以说今天这场比赛 上海港是不是可以给我们带来一场满意的答案呢 那今天我们接下来 我们就去到前方 来关注到双方上半场的较量 欢迎各位 跟随着五行体育的画面 一同来到上汽虎东足球场 来关注到本赛季中超联赛 第25轮的比赛 上海海港在主场对阵长春亚太的争夺 这也是本赛季 整个中超联赛的最后一个阶段的争夺了 而且现在我们之前也已经说到的 上海海港队现在是名列季风榜第一名的位置 但是他们和身后的山东泰山的差距 已经被缩小到了只有9分 虽然我们说只有9分的这样一个差距 但是9分的这个差距在整个联赛当中 应该说还是非常明显 没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之前我们说到在这个积分榜上面 9分的一个差距其实还算是比较明显 而且也说到这个赛季也仅仅只剩下了 五轮连赛的比拼 之前我也在前方也已经说到 对于现在这些球队出于稳定军心的一个考量 这个对于主帅来说 今天这场比赛无论如何都是要拿下的 不仅仅是一场平局平局都不可以 其实可能对于海港这边的主教练的这种争议 在球迷当中传的比较多一些 所以刚才嘉宣提到的 也许这场比赛就是最终的一个考量 而且就是看结果 是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这场比赛课程作战的长春亚太的首发阵容 在门将位置方面依旧是23号的吴亚科 而在后方线上官方是给出了一个四四二的一个排便布阵 在中后位位置是26号的意腾 搭档着4号的奥克雷 左边是崔奇 右边是颜志宇 在中场方面分别是塞尔吉尼奥以及是祖一坐镇中场 而在他们的左右两旁是汪敬贤和廖成坚 在封线上面13号的陈长城搭档着37号的曹永靖 但对于这支球队来说 进入到比赛具体的颤位 我们还要通过比赛开始之后再来看一下 尤其是说到汪敬贤 因为他上下移动这个能力实在是太强了 另外这边还有像曹永靖 在另外一边应该说是一人包揽了一条边路 今天这一场比赛相较于整个球队上一场 他们对阵青岛海牛的比赛 上一场比赛他们是排出了一个三中位的阵型 那场比赛毕竟好像是坐在一个中后位的位置上 所以说今天这一场比赛也要来看一下 毕竟好像是不是会成为一个后手登场 另外一边今天主场作战的上海海港队 排出的首发阵容是这样的 一号是门将严峻林 而在后防线上今天官方是给出了一个343的阵型 三中位2号的李扬搭档着13号的位阵 以及是4号的王升超 而在后腰位置上面的杨世元搭档着是蔡惠康 另外左边是吕文君 右边是巴尔加斯 而在封线上面8号的奥斯卡搭档着14号的李胜龙和34号的伊萨卡龙 同样我觉得今天对于海港来说 他们的这个阵型还要等待比赛开始之后来看一下具体的战备 对 亚太这支球队呢 陈阳其实带了满多年了 应该说实力呢 未必很强 但是他的稳定性是做得非常好的 而且呢 在场上不管是阵地战的控球 还是反击 他都会打得比较的熟练 那所以作为海港这场比赛呢 不可以掉以轻心 对 海港这边呢 现在去看看巴尔加斯这个位置 是不是出现在一个三中场偏右的位置 如果是他出现在三中场偏右的位置呢 那前面奥斯卡偏右一点 或者说奥斯卡在前腰 卡龙右边一点 李胜龙顶在中锋 是 如果是一个五个中场的话 也许卡龙现在是在右边 对吧 右边是他最喜欢的位置 那巴尔加斯去到左边了 那奥斯卡可能的位置 他的位置会对往前去 他就是前腰 对往中间提一点 就是等于是打了一个四二三腰 对对对 好了那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呢 本场比赛也已经开始了 今天的主场作战的上海港队 是身穿着一身 非常传统的红色上衣 红色短裤 这么长的比赛 从屏幕的左侧往右侧来进攻 卡龙在右侧得救之后 来看一下往前去输送 这我们看到比赛开始之后 奥斯卡可能还是相对来说 更多的出现在中间的位置更多一点 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比赛开始之后 球一直在右侧发展 因为之前有一些比赛的 我们看 后场的失误传球 这边被断下来还好 这个往前插的萨尔基尼奥 这跑得有点太过了 我们来看这是一次反击的机会 奥斯卡 带球向前推进 分到了右侧的卡龙 可以突一下 是 催起这一下用身体去堵 挨在控制之下 卡龙最后这一脚的传球 有失水准 应该还是打到防守队员身上有一个折线 还是有一个脚球的机会 所以作为今天海港来说 想办法要抓这种攻防转换的机会 要知道在两支球队交锋的过程当中 谁的能力强就是体现在攻防转换 是不是能够体现出更好的质量 没错 点头也是给到李胜龙 李胜龙最近其实状态还是不错的 是 但是当中有一个接接器以后 看看他调整的怎么样 奥斯卡右侧的气球进去里面 顶后来之后 李扬那一脚射门 没有能够发上力量 直接一个大脚开过来 思路也是很明确 往后场的出球又出现失误 分到另外一边 还好这一脚直塞啊 给他限度有点大 这一次应该是王神超这边的失误 可能比之前李扬的那脚传球更致命 是 所以这个开场呢 虽然进攻当中打出了一次不错的反击 但是后场呢 显得不是那么谨慎 而且进入状态稍微慢了一些 是 我们看到今天长城亚太在前场投入的兵力很多 这个比赛其实对于亚太这边来说呃他并没有太大的包袱和压力啊能够打出自己平时练的一些迹象中内容就可以哈龙又是在右侧的船中啊 还有机会 球还在脚下啊 啊 这一脚给的有些太随意了 是 好了 立刻就给到了对手反击的机会了再往前走 嗯 今天还好对手的传球质量不怎么高啊 我又打一个回头看看突的中场又给了奥斯卡 没有关系这个时候得赶紧发动进口对方的防守阵型刚刚还有一些松散啊 但是刚才奥斯卡在原地拿了半天后场跟进往前推进的无球队员的跑动呢不积极了太少了太少了啊呦 这一下后场又差一点出现失误 今天啊就对于整个球队来说开场出现这两次极为致命的失误就已应该已经给整个后防剑敲墙警钟了是 嗯 奥斯卡 拿到回座之后再往前去送好球自己扣过来之后来看怎么来打了直接叫打门后点啊哎 这球自己没有去跟啊杨世元这下其实可以拼一下啊 啊 斯呢 是 但他的位置可以打的比较灵活一些啊 有的时候甚至于可以和奥斯卡做做换位 呜郎外围尝识一脚远射啊 啊 这球呢来自于巴尔加斯啊有这么一弹啊 呃 呃 这一下显得稍微有一些着急了 虽然前场投入的人数不多 但是在这么远的距离 相对比较草率的去打这一角 可能产生不了太大的威胁 可以再保持一下耐心 而且对手其实给到的防守压力 还并没有那么的大 黄振超 再往中间去给 再回过来漂亮 这一球 最后这一下感觉黄振超脚步没有完全跟上 而且身体的姿态来说 掰着用脚弓想推一下 其实上去哪怕脚尖 捅痛一下 捅一下都是非常有威胁 刚才这一下应该是李胜龙 但不得不说奥斯卡在前腰这个位置 确实有作用 对 他的和队友之间的衔接配合 做球这一下 包括他的视野 都是相当出色 而且他出现在前腰这个位置 势必在防守当中的投入会少一些 这样的话 对于他整场比赛的这种体能 是非常有帮助 对 之前比赛 他一直有的时候收到后腰 那又要进行进攻的组织侧应 又要防守 那听起来非常累 而且他最大的威胁区域有的时候到不了 又显得前场相对比较担保 有些空 今天开场几次过后呢 镜头也是给到了魏震 如果后场这种失误的传球频发的话 对于魏震来说他的压力是挺大的 再往前去送 今天海港的这个进攻打的比较简练 对 但是呢 今天这个场地呢 相对比较湿滑一些 对 所以球一旦蹭地以后 这个球速会来的比较快 是 镜头呢也是给到汪震贤 但是对于整个亚太来说呢 通过之前的一些中超比赛的观察呢 这个球队也比较喜欢通过自己的左路来发动一些进攻 就是说今天海港开场之后喜欢在右路走 长城亚太喜欢往左路去攻 那正好就是集中在屏幕的下半区了 对 但这个时候呢 就是我们所说 谁能够把质量体现出来 对 就能够通过进攻去压制住对手 是 分到另外一侧 来看 那这一边传进来的传中质量呢不是很高 李扬进去里面偷球解围 但是你看亚太啊 他打的比较坚决 是 有的时候到了这个位置该做什么 他就传就很坚决 你看 再传进来点球点附近被解围 未必有收获 但是呢 如果他打的过于复杂的话 倒反而会出现一些无谓的传接球 是看看 可以传了 刚才啊 这个绝对能突的 进局里面 扣回来 哎呀 场地有点滑了 嗯 就现在卡龙这个点其实摆脱呢绝对是能够甩出空档的 是 就是甩出空档以后他的传球和射门怎么样去做选择 嗯 包括如果是传球的话 这个质量的拿捏要更加精准一些 是 黄胜超 再给到卡龙 哦 拉人了 获得了一个位置不错的任意球机会啊 这下卡龙呢还还蛮聪明的啊对方呢 其实这下拉人的动作明显 但是呢力量不大哎 他就不要球了 就是要这个定位球 就停在那了啊 而且呢刚才其实已经是嗯 没有约位 还拖着一个人呢在前面啊 那这一下他如果自己拿还不如在这个大进去脚要一个定位球 这个定位球应该说可以好好去利用一下 对 左脚李扬 李扬来到海港以后他的这个定位球呢 好像给他的机会不多 不多啊 之前在江苏 其实他的定位球还是非常有质量有威胁的 是 看一下啊 李扬和奥斯卡 两种打法了 梁直接来罚 多一个圆角 多一个圆角啊 好球 还可以 对 这中路 冲抢的队员呢 再早一点 再冲的凶一些 这样的话势必是会干扰到乌亚科的这个视线 再来看 刚才这一下已经是 从严志宇的右侧啊 非常完美的一个弧度 那就是可信的球路稍稍有点正 比赛开始后10分钟的时间海港队踢的还是比较的主动 嗯 但另外这一边长城亚太 抓反击的这个心态呢也是比较坚决的 对 就让抢端之后 再分到另外一边 稍微有点大啊 对 还能救的回来 奥斯卡 是不是要分一下卡龙 再往里面推 嗯 嗯 其实奥斯卡给到他的分量 这个球呢 就是指挥你直接兜了 直接兜了啊 你再去蹚一步的话 再做二次的调整 其实从节奏上来说 奥斯卡稍微做一个回坐 上去一兜中路的队员正好时间能匹配 对 你再蹚一步 也许中路的队员呢 就提前跑掉了 对 是一分钟的第二个脚球啊 奥斯卡直接开出来 点球点附近后点没有人接应啊 巴尔加斯 好球 好球 卫震 进去里面 有些难了 这球啊 赶紧把李盛冬给拉开 这球呢 因为适合对方的门枪 乌亚科是有一个冲撞在的 再看 魏震 刚才这一球啊 还真让他传出来了 对 前脸呢 李慎龙抢的还是满胸 但最后呢 还是收住了 对 李慎龙其实这个特点啊 他拼抢包括跑动特别积极 但是呢 你说他这个范规次数挺多的 但是动作其实我个人认为还是比较规范的 对 不会有特别夸张或者故意去伤害对方的这种动作 刚才镜头也是给到乌亚科啊 乌亚科和 莫鹏飞这个赛季在中超联赛当中的铺就成功率一直是非常高的 今天后腰呢 杨世元很长时间应该说没有打主力了 对 他呢能够分担一些蔡惠康这边防守的压力 而且今天这个双后腰其实你说进攻上给予多少帮助 未必能够做得到 但是呢 让前场这些队员没有后顾之忧是可以做到的 这倒是 而且包括杨世元自己非常积极努力的拼抢 在得球之后他的一脚传球速率是很快的 对他连线鲍尔加斯啊连线奥斯卡 其实给海港推动这种攻防转换的第一次这个节奏 是不是可以带起来 直到起到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 当事员啊 比赛开始之后双方的这个拼抢还是挺凶狠的啊 身体接触还是蛮频繁的啊 不过这也正常啊 刚才这一下呢是来自于王辰超和汪敬贤啊 王辰超这边的应该相对会 两支球队当中啊 应该最疲劳的 没错 这个无论是国家队比赛日之前啊 有这个联赛还有亚冠这个附加赛 呃 然后又有国家队的比赛 现在马不停贴参加联赛 这一下感觉李胜龙这边呢是没有太明显的犯规动作 是 但是奥克雷这边回传了 是不是大腿肌肉有点拉伤了 元敏诚是不是要上 元敏诚也很久没上 这最后这一下回传呢因为可能要控制 所以再看哦 拉伤的概率很高了 对 几乎是没有多少这个对抗的这程度在里面啊 其实他这一下呢并没有完全踢十这个球 对大腿后侧肌肉啊不行了对大肌肉群拉伤很难坚持不行了 这比赛刚开始15分钟的时间 奥克雷的下场很有可能对这支球队来说有一个致命的打击啊 金童呢刚才是给到元敏诚也给到了毕金浩对 现在就看看陈阳这边在这两名队员当中怎么选了 对于陈阳指导来说呢毕金浩如果存在的话 今天这一场比赛海港从两亿的起球啊会受到比较大的干扰啊 毕金浩对于高空球的这个落点的判断啊还有姐妹啊都做的是比较到位的 嗯还有一点呢是他也非常喜欢参与进攻对啊 那这样的话陈阳似乎要做出一个被动的人员调整了 现在呢奥克雷下场之后还没有上场替补球员还没有登场啊 应该是很难坚持的啊 就是这种你抽筋或许你掰一掰拉开了或许还能踢 但是拉伤了要坚持几乎是不可能的是 主要是现在替补球员还没有登场 现在有短暂的11打10的时间啊 可能也是来的比较突然意外 对 所以暂时呢踢不对员还没有热身 是 而且呢刚才因为袁敏诚和毕金浩这两个 作为主教练陈阳来说还要考虑到底是用谁 对 看一下海港是不是可以抓住这样的时间啊 对 比赛打了17分钟 现在呢右路海港打的是非常多的 嗯 但是左边呢其实也要去开展一下 对 你看吕文君作为一个左边后卫好像还没上去过 没有什么出境率啊 包括巴尔加斯其实在左边呢也并没有获得更多的球权 那他获得球权都是在中间偏右一点的位置 对 所以两边怎么样打的稍微均衡一些 你说卡龙这边有速有速度 奥斯卡也偏右一些多打打是可以 但是呢 左边 你完全缺失完全不去把对方左右去调动的话 我觉得这个对于场地的这种使用来说 呃太局限了 有一些限局啊 我进去里面这一下刚说啊 对 哇哎呀这一脚直接是打在了队友同伴的身上 对 场上他这边的陈阳指导还是最终换上了毕金号 嗯 镜头呢也是给到踢不息上啊 一众的球员 而也包括像这个卢卡斯助王 就是之前也是参加到了这国家队的急劲当中啊 虽然没有什么登场的时间 但是也有周车劳顿在对 其实长途的飞行啊 对于球员的这种体能同样是一个比较严重的消耗 对 宇文君 出球不能再有失误啊 哎呦 又出界了 球又停出去了 就你长时间不打左边 你突然之间往左边一打 有点深了 对 王敬贤这一球呢 在干扰之下啊 出现一些失误 我再分到这一边 祖一 还好呢 其实今天亚太还没有把这个祖一和塞尔吉尼奥的这个双核的这个实力发挥出来 嗯啊 这对于海港队来说是 啊 还算是一个好消息啊 这个就是前腹后继双后腰的这样一个作用 对 我相信今天后腰位置上面安排的杨世元和蔡卉康也是对于他们两两人的一种限制 对啊 好球 对方后场数球失误了 奥斯卡卡龙赶紧跑啊 嗯 这个奥斯卡有点 犹豫 他还在找自己的同伴啊 前场三对三 奥斯卡呢 这种个人的突破能力是不错的 但是呢 在中路的这种 呦 看看 打胜后 这一下进去里面 还好对方啊 蹚了这一下蹚大了 应该是塞尔吉尼奥 对 他呢 以为 卫阵呢 会上来扑 所以你外脚边一拨呢 想来一个人球封过或者掏一个刀 好球 巴尔加斯个人能力提前出来了 在大包围的转移 这一下右边 哎呀 也不知道要传给谁 卡龙这一下其实我觉得还是跑的慢 嗯 其实你看奥斯卡已经顶到中锋这个位置 坚决的往前前插了 对 其实右边 在这一条传球的线路当中 既要有中间的 又要有后点 右边的人 是 包括刚才奥斯卡丢球的那一个瞬间 卡龙快啊 快往前跑到他身前去 对 哦 好球哦 大包围的转移又很漂亮 哎呀 基本功 哈哈哈 场地呢是湿滑 但是呢 对还是简单的啊 对 哇 这人火上传球啊 露过来 头就百度一下 右边 好球 康大 好球 再把野图扣回来 再来 打在立柱上 外围还有机会 别停啊 再分进来 这一下应该有约位了 对 李生龙这边拿到也是约位 对 二次的进攻看看 进去外围 进去线上 有套鞭了 嗯 嗯 传球质量不高啊 但比较可惜的是呢 刚才卡龙这下打在立柱上 对 这个呢 也没办法 差一些运气 对 当然刚才接到巴尔加斯的传球 卡龙有一点做做的很好 第一下停球做一个大汤 对 这一大 看看不越位 不越位 这一大汤呢 顺势能够把自己的速度完全提上 摘起来啊 再回过来这一下呢 又是一个节奏的变化 嗯 这次处理球算是相当不错 就是最后射门这一场的 欠缺一点运气在啊 而且 最后这一下进脚的选择也不错啊 其实作为卡龙来说 这一大汤啊 这个四五步的这个奔跑 完全是 让他能够调整过来 对 其实不用急停 上去就一脚 直接一脚抽了啊 早先走 拿好 停的这一下呢 没能停好 但是啊 没能救回来 脚球 比赛开始之后 22分钟的时间啊 海港是有六次打门的机会 一脚设政啊 小可惜 确实今天李胜龙呢 还没有找到 两边船中的这种球 对 当然两边船中呢 现在次数也比较少一些 嗯 而且船的这个方式 基本上低平为主 对 左侧脚球的机会 你说李胜龙这个身高 和对方比金浩啊 一腾去比的话 肯定要矮出不少 但是呢 他抢的比较凶 要的点呢 来的比较高 所以一旦有高质量的船中 他这个点未必抢不到 对 马卡 站住脚球开出来 奥斯卡 嗯 第一瓶球 这一下呢 还是得到了一个脚球的机会 还是打一个战术 外围再翻过来 巴尔加斯扣过来之后 有机会了 直接射门 哇 直接是被乌亚科给抱住 这脚其实挺有欺骗性 对 摆脱做的不错 但是最后感觉好像 没有完全把力发出来 嗯 但是也要说 吴亚科今天这场比赛 表现是不错 嗯 面对对方的几次射门呢 其实进去里面人不少啊 要想做出精准的判断 还有些难度 现在呢 打了25分钟 逐渐逐渐 除了开场那两次失误以外啊 对 逐渐逐渐 我觉得整个节奏 包括场面呢 海港这边是控制下来了 哎 现在呢 保持足够的耐心 再多尝试一下啊 对 而且是可以打开的 哎呀 等一下 就回来了吗 没有啊 左边空档还是蛮大的 那吕文君呢 可能上前 稍微慢一些 但是呢 卫生这一下传球呢 可以稍微柔和一些 对 而且呢 今天他们队上的长春亚太呢 整个球队 他们的球风 还是比较强悍硬朗的 所以他们不太会 归作着去防守 就看到有的时候 他们的整体防线 还是推的比较靠前 对 也给到海港队 向前打身后的机会 真的 左边巴尔加斯这边多打打 其实情况还可以 对吧 他这边一打 你看 最近这几分钟 吕文君的镜头就多了 对 大家看一下 左侧的定位球的机会 一个战术 直接在传后点 哇 还可以的 对 这一球找蔡国康 其实还挺准的 对 这个落点 其实对于守门员 包括后卫来说 防守起来是难度 远远要比进攻大 对 这段时间的 海港球员的积极性 也被完全调动起来了 对方 转换 转换看一下 方转换 崔奇 这下带球没能带好 赶紧推反击了 这球送的不是特别好 速度没能一下子带走 中后场的控球呢 压力不大 但是呢 这个时候 其实球要走到快捷 对 那方向 这一下出球又失误 给回来 萨尔金尿 点球点附近 还有后点 后点 刚还想说呢 还好后点没人 结果后点就跟上来了一个 刚才应该是杨世元 在中后场的一个出球的失误啊 大家看 这球真是要命 对 三次 中后场的这个球呢 尽可能的一脚出 今天我们说这个场地的湿滑度 你可能停球一停大 就很难去控制了 对 对方其实安不就班的 通过自己的实力打上去的 次数少之又少 对 比较好的几次机会 三次 都是你给 都是自己失误造成 对 这样的失误一定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再往前走 比较球拿回来之后呢 先给严峻领 好球领得很漂亮 奥斯卡 看这一球怎么送呢 到左边呢 哎呀 这一下 没和巴尔加斯形成连线 在边上呢 可能扯的时间比较长了 所以你看奥斯卡 没给那索性股 想往内线去走 对 刚一启动 奥斯卡球出来 但是今天呢 的确奥斯卡 感觉出球的时候 显得有一些犹豫 已经几次了 其实的确 海港整体的进攻 还是比较仰仗于奥斯卡的 镜头呢 也是给到祖宜 在之前几次转换进攻的机会当中呢 祖宜也有几次不错的机会 但都没有能够把握住 天君凌 其实也挺大了 对 好的 把球断下来之后 巴尔加斯来看了 看这下速度自己带起来 进去里面 这一脚的出球呢 是被对方给解围了 巴尔加斯这股劲道还是不错的 是 快开的角球 哇 很机敏啊 这由解围出来之后 哇 这下要吃孩儿了 威震 一次比较明显的战士犯规 有点 有点 这要怎么 这叫 偷击不成十把米 嗯 被证这一次的上抢 是直接放倒了汪金贤 王金贤其实还有点速度 特别是往前呢 他也有骨很近 对 而且呢 其实在之前那些比赛 他在边路和塞尔金尼奥啊 包括和祖裔 他们几个人之间的配合 小范围的这种三角配合 打的是很平凡 对 但是今天亚太呢 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就是弹龙打不了的话 其实对于整个球队进攻线上啊 确实少了一把好手 对 至少是少了一个这个这个牵制点子 对啊 这球再敲回来啊 相较于之前20分钟的这十分多钟的时间 海港的攻势有所减弱了 后场的倒角呢 显得有些多啊 黄振超刚才这一次的双足呢 是骗倒了一次犯规 内部借一下不错 再翻到左边 来看一下这次要看起球质量 对方的黄振已经到位了 这一次右脚的穿中 落到中后点的话威胁会比较大 是 还有机会漂亮 这一下坏加斯来看了 进去里面 嗯 后点这一下呢 没能接日上 还有机会 这需要这个海港队持续的给对方有点施压了 对 最后的应变 奥斯卡这边做的非常快 蔡伟康胸部电给他以后 等于半侧身直接就打了 对 这次选择很果断啊 蔡伟康这次坐手也很不错啊 对 垫的比较舒服 对 所以我们说到了禁区附近给同伴的做球 有的时候是需要给一些分裸 嗯 但更多的 如果想让同伴直接射门的 球一定要给的柔和 不管是高球还是地攻球 给的舒服啊 柔和一些 这次防守有点守球的嫌疑啊 打在了蔡伟康的手部上 哎 这一下给队友没能给好 但是这是一次机会啊 得赶紧把速度提起来啊 今天感觉曹伟庆一般啊 对 积极性不是很够啊 这球啊 祖宜没有能够卸好 哦 进攻有力 给到另外一侧 卡龙 不能另外一边 王振超 传进来之后 后点啊 嗯 这球的分量给的不够啊 索性 给的重一点 给的轻一点都还好 而且最后这一下呢 巴尔加斯王里挤呢 感觉也是稍微慢一些 是 巴尔加斯 再分到另外一边 回敲 赶紧转过来 阵地站的进攻在左侧 打着打着有点打死了啊 好球 卡龙 这下摆头做得不错 哎 再等对方上来 再过一遍要 嗯 所以过完以后 坚决的你就往里快速去走了 是 就感觉今天卡龙踢起来呢 总觉得好像稍微节奏上啊 有一些犹豫 对 你看过完以后 你一环 等于刚刚过完的人 他又回来 是 做二次防守 又是一次脚球 卡龙再给到另外一边 奥斯卡 后点 顶一下之后的进去 来一脚 哎呀 没能打上步 呗 做的这一下呢 应该是左脚打比较好 但是巴尔加斯右脚主力脚 只能硬着头 这一下感觉有些牵强 对 硬着头皮只能抽一脚 哈哈 转一球再给到王升超 还好这一边啊 一边开阔地 漂亮啊 这第一步没能带好 回过来 这下停球又出现问题 给对方营造这种打反击的机会了 王进贤了 但是带完以后呢 一抬头 身旁10米没有人 速度 奥斯卡 大方圆的转一球 不错的 左边 凌空啊 哎呀 这一下没能把球给压下来 吕文君 对 奥斯卡这脚传球真的是 没话说 精彩啊 确实是显示出足够好的能力 这个能力是什么 观察能力 以及他脚法的能力 是 再来看 这球对于吕文君来说确实是难的啊 对 当然如果吃准球的部位的话 我们不说进球 打中球门范围 即使被守门圈扑出来 也是属于一次非常精彩的设名 大家扑出来的话 我觉得可能扑就更精彩 是 再给到左边 哈龙很漂亮 在左边崔奇 对于 萨卡龙 这一下呢 有点不太满意 38分钟了 场上的比分呢 还是0比0 你看说上半场前半段 这一波猛攻之后呢 海港之后的比赛显得有一些这个沉闷 对 好像感觉这个攻势有点 降下来了 降下来 但是呢 上半场这个时间节点很重要 对 双方体能都有一些问题 攻防转换的也许都有点跟不上这个节奏 是 所以看看这段时间谁能够顶得住 谁能够在这个比较累的情况下 再把进攻的质量 提 能够拿捏住 对 再分到左边路 这下好球 卸得不错 有位了 随着海港队在左侧的攻势起来一点之后呢 吕温君的出境率也高一些了 主要就是在你落入到在对方前场 在对方的这个半场你在拿球的时候左右两边球拉起来可以拉开一些对方防守的一些阵型 否则的话想要在阵地战的时候撕开对方的防线有一些困难 之前有几次编路伊萨卡龙其实他需要一些空间来突一突 再分到另外一边 黄胜超再往前走 卡龙 单对单了 接外球 这下呢还是比较球稳的啊 强行的想过 好球 过出来 真被他摘出来了啊 奥斯卡 先把球给互助 好球 赶紧出啊 哎呀 哇 身后这下够坚决 宇文军 宇文军和蔡卉康这下算是千副后继 19号的廖成坚 就我觉得海港在这个赛期一直会碰到这样的问题 就是在九宫不下之后 整个球队的战术打法有一些单调和单一 而且那有的时候啊 进攻太倚仗于奥斯卡的发挥了 所以对于对方来说 所以对于对方来说他们的防守也是有针对性在 对 但是这场比赛我觉得奥斯卡的整体发挥还可以 还算可以啊 又有越位的这个情况 李生龙还是示意巴尔加斯这一下呢 是不是再给一些升幅度的位置 但这小球要知道巴尔加斯侧身的这个情况啊 再要往里给的话 有的时候有点掰不过来了 刚才这一下 感觉还好 感觉还好 在毫里之间呢 当然了 如果有这个新的越位规则出来之后呢 这种球都是好球 都是好球 对 在后点这一下 几乎完全是压着卡龙啊 小朋友套牌了 给到崔奇 今天的崔奇和卡龙之间的缠斗 一直是比较多的 两人无论的是从这个身体 肢体上面 还是情绪上面啊 都有比较多的碰撞 上场比赛来到四十三分钟的时间 那这种球尤为的要当心 对啊 这个后腰其实在这个位置上接球啊 如果没有提前观察 想停一下的话 很容易被对方抄劫的 好球给过来 卡龙 李神龙这边 右边给这个稍稍有钱不来 机会啊 都是好机会 这卡龙可以往中路啊 稍微横向的走的多一些 把防尔队员能够吸进来 再分 宇文军这下抢得不错 把尔加斯 被对方直接升断 上场比赛 常规时间 四十五分钟已经到点了 商庭捕食呢 是两分钟的时间 后场的传球 考虑 再往前去走 好的速度有啊 这种球其实太难了 对啊 直上直下 完全是靠速度的话 这样即使速度优势再明显 也是要依托于对方 防守队员出现失误 对 手球 自己可以来了 对啊 直接来一脚 这一下是我们的质量 不是那么的高 其实在前点呢 李生龙刚才这一下的跑位 非常不错 帮助巴尔加斯 完全是带开了一个防守队员 再来看 中场得球之后 毕金浩也是身高马大 他的防守面积还是比较大 上半场的张婷补 也是进入到了独秒阶段了 这也就开出来 应该也差不多要结束 上半场的争夺了 好 这样的话呢 上半场的比赛结束 双方是战成了零比零平 上半场的比赛 其实双方都有一些机会 但是长城亚太队这边更加多的是 依托于海港的后场的一些失误 而海港这边的上半场 22分钟之前 其实依靠这伊萨卡龙在右边这条边路 打出一些机会 但都比较可惜 没有能够撞化为进球 双方以零比零进入到了更衣室当中 虎队引播室当中 那半场的零比零对于整个海港队来说 防线上面肯定是要悄悄警钟的 但是对于整个球队在前场的这些进攻 是不是要在中场做一些更加多的一些调整 整个上半场从进攻上的角度来说 打得不差 但是不够好 我觉得刚才嘉玄其实提到 可能要做一些人员的调整 替补席上无垒 包括在后腰位置上 现在杨世元和蔡维康这俩 我觉得是能够做出有效的防守的 但是考虑到这个位置上 势必还是要增加一些往前的出球的能力的话 可能在这个位置上 你像买提江的这个情况也不错的 包括卡龙其实上半场 前20分钟在他这一路集中在打 但是我们比赛当中也提到 可能他踢的显得有一些犹豫 而且效果没有出来的这种情况下 这几个位置 看看中场休息 是不是会做一些部分的调整 没错 我们之前也已经说到 今天这一场比赛 对于海港来说 无论是从心理上面 还是现在客观的一些因素上面 对于整个球队来说 一分显然是不够的 一定要在主场这一场比赛当中 一定要去拿下对手 去拿到这个三分 这才是极为急需的一个点 我们来看一下在半场当中 哈维尔是怎么来做出调整的 我们也稍作休息 之后再去到前方 关注到双方 下半场的笑量 一会儿再见 一会儿再见 3. 全新升级工艺 3. 全新升级工艺 结合上海房屋景况 基本实现拎包入驻 特别提示价格是装修的重要因素 互相邻居提醒广大业主 装修前一定要了解详细报价 避免陷入低开高走的增向加价套路 一份完整的装修报价 既包括基础硬装架 还包括定制柜费 拆旧费 分窗费 材料升级费 强体改造费等杂项费用 这些费用 一般不包含在基础硬装价格内 互相邻居 并成全心全意 为家服务的理念 装修报价 不含糊 不瞒报 联房后 设计时 出具完整并精准的装修报价 不低价新颖客户 不主动增向加价 让装修价格少一点套路 如果您有装修需求 现在就拨打电话 315-99923 周年庆期间 在全包整装基础上 免费送13件高档成品家具 再送6件家电 装修完工 基本实现拎包入住 还有更多周年庆优惠 现在就来电咨询 沪山明居 7周年装修盛店 火热开启 闽铐店 松家店 家店店 宝山店 虎东店 虎驼店 虹口店 东镜路店 8店同盈周年庆 签约全包整装 畅享周年庆 重重好礼 1.免费送13件高档成品家具 2.免费送6件家电 3.免设计费2万元 免施工管理费2万元 4.免费升级前面 防开裂挂网 地面无纱自留屏 瓷砖薄铁 转角夹布掉点 大弯管线 等品质工艺 5.获得九重建台 不限量 包括开关 插座 灯具 不限个数 电线 水管 踢脚线 橱柜 无线米柱 地板 瓷砖 无线平方数 6.送收机 在线监工系统 随时随地 监控施工 不用频繁跑工地 装修 省心又省力 如果您有装修需求 千万不要错过 本次周年庆 现在就拨打电话 315-99923 315-99923 咨询详情 215-99923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全球顶尖冰上选手 汇聚的国际一流赛事 全世界兵迷 翘首以盼的 冰上嘉年华 时隔三年 2023 上海超级杯 荣耀回归 今秋十月 海上王冠 尽情享受 艺术与竞技 速度与激情 招商详情 请追寻 五星体育 商业拓展中心 咱们的 还得笑我啊 五星运动会 五星网球分级挑战赛 全面升级 即将为你开启 奥网大满贯 非凡之旅 月月有比赛 年终总决赛 搜索 五星运动会 微信小程序 即可报名参赛 只要热爱与坚持 总有你实现冠军的舞台 五星体育 愿你奥网梦 五星运动会 石头奥网 我们来咯 十分之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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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顶尖冰上选手汇聚的国际一流赛事 全世界兵迷巧手以盼的冰上嘉年华 时隔三年 2023上海超级杯荣耀回归 今秋十月海上王冠 尽情享受 艺术与竞技速度与激情 招商详情 请吹询五星体育商业拓展中心 咱们的还得去奥王啊 五星运动会五星网球分级挑战赛全面升级 即将为你开启奥王大满贯非凡之旅 月月有比赛年终总决赛 搜索五星运动会微信小程序 即可报名参赛 只要热爱与坚持 总有你实现冠军的舞台 五星体育 愿你奥王梦 五星运动会石头奥王 我们来了 绝闹国表现 我是 绝 tres 金 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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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好 欢迎各位继续跟随着五行鱼的画面来到上汽浦东足球场来关注到本赛季中超第25轮上海海港在主场对阵长春亚太的比赛 那双方的下半场的比赛就要开始了上半场的双方是战成了0比0 我们之前也已经说到了这场比赛 海港一定要力求在主场拿下对手 在上半场的后半段比较挣扎的进攻表现的情况之下要来看一下了上海港的下半场是不是可以尽快的收获进行 从出场的这个人员来看好像没有马上做调整 对方除了在上半场因为被动的一次换人换上了这个BG号之外呢应该也没有做出过多的调整啊 刚才镜头是给到了狗的而且还挺多的啊 我看到今天在板凳上面那么除了有之前国赛队比赛任务的吴磊之外呢吴磊徐欣之外呢 嗯在板凳上面包括像平科野赛啊 当然了在这么重要的一场比赛呃是不是会换上他就可能也要打上个问号啊 毕竟从我之前的比赛来看呢似乎哈维尔对于平科好像没有那么多的期望啊 对呃包括他这个高中锋上来以后啊其实边路也起不了太多的球 对那他的作用呢呃就发挥的不突出是 但是另外一边呢 还要来看一下其实在之前 的比赛当中呢有他比较喜欢用后手上一下刘晓龙嗯啊 来看一下这个呃有二一的小将其实在场上还是 比较活跃 但是这个比赛刚才其实你提到 最重要是要把这个三分拿下来 所以你说派小将上场 要活跃还不够 得一定要有效果 要有进球才行 下边场的比赛双方一边在站 刚才开场第一下这个球 就又一次失误 边线球开出来 巴尔加斯 好球 但这一下吕温君没有能够第一时间回头 或者说这个传球线路就不在点上 从内部往边路去要一个身后分球的相对容易 从边往中路去渗透难 有些难 刚才镜头也是给到了陈长城 陈长城如果说是打一个后手 可能还行 今天首发的话 我们看到之前几次上半场 有机会的进攻的 基本上都是在塞尔金尼奥 以及是组一之间来终结进攻 对 而且在中场他俩是能够配一下的 能够捣传一下的 是 所以也是为什么我们说上半场提到的 谭龙不在的话 缺一个点 对 而且上半场也提到过 曹永静上半场好像没怎么见人 是 注意一下 没犯规 足一 还好对方今天推进到我们半场的时候 他们的传球成功率也不高 球还在对方脚下 红船一下 大脚再往前掌 感觉全队的这个队员 似乎并不在一个步调场 你看就这种球很多 就是连续的上下班场两个开局 这种往回的失误还是有点多了 下半场开始之后呢 整个比赛的发展呢 都一直是在海港的半场这一边 进去里面 嗯 这一下呢提前的这种呼应啊还是做的不错 对 这种传球又出现失误 再分回来 组一 哈龙 左边有机会了 好球 封过来 嗯 还有机会啊 奥斯卡 打 横堂一步 没兜出来 这叫兜着呢 弧度没兜起来 第一下没挺好 到了左边的大进去角呢 这个位置确实也比较适合奥斯卡自己来 是 往内线一拨 空档是出来了 对 这一脚很明显这个弧线没有完全兜出来 对 组一 再往前分 嗯 有一点做的不错的是呢 在对方攻防转换的时候 呃海港球员的这个防守倒率还是挺高的 嗯 再分到左边 巴加斯 单对单的突破机会 固定出 好球 这球给过来还是机会了 哎呀 呦 李生龙 李生龙这一下没能把握住机会 就这一下跑船 都做的不错 对 嗯 再看一下慢动作 有没有机会直接打啊 但的确这一脚呢 直接打的机会是肯定有 是 对吧 你能停就肯定能打 是 只不过是你打的方式是什么方式 这个就是上半场我们提到 有的时候机会出现啊 脚尖捅一下 捅一下啊 他脚尖捅的又快 又能够抓住这个时机 而且呢 有的时候确实效果不比你停完以后马上连接打门查 对 因为你停完 今天这个场地啊容易挺大 嗯 虽然速度也是起来了 但是就是 如果直接打 就是在奔跑的过程当中 其实你就 想办法想好了 就是想办法把这个脚步调整好就行 是 我们再看到场边呢 刚才看到吴雷也已经在热身了啊 当然另外这边场中亚太的T5能将王志峰也在热身 这个僵局迟迟没打开的话 可能不再是常规的这个换人时间再做调整了 对啊 必须要早下手 当然了刚才这一次的顺门没有能够做好呢 可能也是因为现在这样的一个平局久久打不开这个局面 可能球员的心理上面压力也会有点大 对 有的时候这种球稳的心态啊 也会呃干扰自己的动作 你这里面 好 边路多人的防守 我就百度一下 注意 哇 哇 哇 研究人这一下的扑就非常及时啊 注意力很集中 哎呦 哎呦 这就没有很好的机会啊 就非要把这个球权丢失 是 再来一脚 还在对方的脚下 奔到另外一边 传进来门前 哇 严军令这一下非常精明把球给抱住 啊 又是巴尔加斯 这一点又调球了 组一 直接挑了 嗯 调一下 哎呀 这连续的 你说巴尔加斯这边 过不掉 球权没丢 还第二次再丢 是 简单一点 你就做一个回传 让正面的队员去处理就完了 是 刚才这一次来自于组一的射门啊 啊 首先还算是打的比较正啊 角度没有很刁 后面还有机会 两支援 巴尔加斯这个呢 积极性 确实是在场上表现的是不错的 也有股拼劲 但有的时候 踢的太太拧 对 对吧 有点踢这种 憋着 憋着一口气的这种气候 对 本赛是 友好装修不麻烦的 户上名居特约播出 海港球迷装修福利 签约整装 就送两万元家具软装消费券 还能享受九大建材不限量 拨打31599923 31599923 抢定名额 又陷入到后场的传导当中啊 奥斯卡 奥斯卡的传球也出现失误 给到对方机会了 还好这一次的犯规呢 阻断了一下对方进攻的节奏 否则右侧啊 有比较大的空格 你别说这个防守犯规啊 确实战术价值还是蛮大的 对啊 这个过去以后再往左边掰回来 掰到右路的话 这个威胁很大 对 右边颜志宇曹永靖都已经启动了 对 好 好 赞尔基尼啊 对就之后分到另外一篇 藏 在船漂亮进去里面直接投球 哇 这个投球蹭了 要往后门出去蹭 对 蹭得薄一点 但是刚才这一下看到阻一 基本上周围一两米都没有什么人跟着 他这一下跑位跑得还蛮好的 对 怕越位 所以沿着大径区 横向先动一动 对 球出脚的一刹那往里走 是 这球如果说他对于身后这个盯防队员啊 知道差这么老远的话 直接起脚了 胸部停一下也可以 对 对吧 因为毕竟是侧后方来球 他奔跑的又是侧身的状态 来看 好球 进去里面突起来了 来看是不是有机会 后点 顶去外围 好的 奥斯卡又挑一下 把球控制在自己的脚下 板下撕 再翻回来 蔡绝康 起了 他又停住了 进去里面 第一波攻势没有什么成效之后呢 对方的防守阵型就已经站定了 10~~ 下1-4-7-2-6-7-12-6-7-W-G-A-H-H-E-H-P-E-3-84-V-3-8-A-E-H-W--7-M-1-9-Y-H-A-E-H-jo-M-1-6-7-量ー-7-5-S-A-H-A-h-H-P-0-7-7-A-h-06-www 左右两边斜向的向对角的这种传球长传球都没有能够打住 嗯 言之余 感觉如果要换人的话 得早点换啊 这比赛一直这样僵持下去 对海港来说没有什么好处 转一球 而且下半场其实你看 亚太啊 在进攻当中 他还蛮敢投入 是 就他的进攻状态 要比上半场来得更好 对啊 东北的球队一直都是以我为主 而且打得非常的强硬 后场当心 他们今天前场的高压的逼强 给海港的防线非常大的压力 林志宇 好球啊 带球领过来之后 曹永静 咱往前走 还在等 漂亮 左边 直接来一跤 他这个左脚有能力的 有能力的 萨尔吉尼奥 而且呢 刚才整个海港的房间 我们先来看这一球啊 再往进去里面走 李胜楼 别往外带了 没办法 对上毕金号 卡龙 他都会来 自己不跑了 就你看这个局部 就都是看着 对 而且你过了之后 也不会有进一步的动作在 因为边路的这个对方的防守球员 人数还是比较充裕 就本来是二打二 没打进去呢 变成二打三 嗯 那赶紧往那边靠啊 你靠一个两个 对 真是把这些球救出来 转出来 对 好球 奥斯卡 这边哇 曹永信真是够给身体 进去里面 还有 哎呦 这球 这球 这是给到的卡龙 有点为难他了 给低球 对 给低滚球 说不定卡龙这个脚步是有优势 是 稍微高一点他就很难 对 而且这一下 奥斯卡稍微有点守球衔 对 这球啊 如果是给李胜龙 或者一般的其他的球员 都会有点威胁在啊 给到卡龙的确是受限于他的这个身高 好球往前走 这倒还是一个不错的键路 走给李胜龙 中路要快速往前跟 是 奥斯卡 嗯 这一下没有传过来 打了 哦 巴尔加斯 哦 哦 这球 球进了 施切波呀 这一次天外飞仙啊 哈 帕尔加斯 其实刚才这一下奥斯卡没有传这一点呢 呃 可能让王胜超有一点呃 不是那么的开心 但就是这一下呢 还给到对方的防线有一定的欺骗 对 没想到外围 巴尔加斯得救这一下呢 那倒是分散对方的注意力了啊 啊 其实感觉他这脚球呢 分量不大 但是呢 今天这个场地 可能是稍微有一点帮助的 这是是 再来看 一坛地球往前窜的更快了 对 巴尔加斯啊 终于在下半场61分钟的时间 打过将军 这里进球相当关键和重要 角度是确实特别好 对 当然我们看徐兴还有吴磊 呃 这个时候原本是准备要上场的 对 那看看这个调呃 调整的节奏是不是做一些改变 对 哇一下子要连换三人 吴磊徐兴和若昂都上了 哇若昂这是这两天才刚刚到上海啊 今天这场比赛就替不登场 要看一下他的状态怎么样了 换下卡龙 李胜龙 另外一个要看一看是换下谁 是不是换下蔡惠康了 至少是把进球的这层窗户值给捅破了 对于海港来说 可以卸下一些心理的负担 这是相当关键的 哦把王胜超换下去 嗯是不是记录 王胜超感觉 感觉应该是换 刚才我们看到蔡惠康 这个卡龙和李胜龙啊 王胜超应该在 嗯卡龙他应该写错了 是卡龙卡龙下去了 嗯 对方要换了呃 卢基奇要上了 另外这一边呢 也是要换上 换上张雨风啊 换下陈昌城换上了卢基奇 那这一边是要看张雨风是换下谁 换下曹有文静啊 绪星 再来到左边 对方有帽顶 嗯 还是稍微蹭了一下 嗯 巴尔加斯还要来吗 漂亮 这下投球的功能 哇 又被对方解围出来 还有机会 奥斯卡 宇文君 起球 点球点附近 哇 这卡苏主王很有想象力啊 哎 你这对方呢 想用左脚外脚背 直接勾一下 对 卢基奇来到长城亚特队之后呢 似乎不太受这个陈阳指导重用啊 到现在为止呢 没有能够收获进球 但对于这个之前在塞尔维亚得到过精靴的这个外员来说 他的攻击实力是不容小觑的啊 再来看一下 刚才巴尔加斯的这一粒进球 的确是有个弹地之后呢 球向前滚的这个速度更快了一些 压太尔这一波的防守呢 特别是前卫线后腰这个位置 受的太烤厚 给到巴尔加斯 确实自由度非常大 对 平完以后 瞄 瞄完以后再做白动腿 再往前去送 万为 黄金鞋再往回坐一下 这次起脚打到另外一边漂亮 还好 停一下啊 停的也很好 再回过来 嗯 这次投球呢 没有能够顶正部位 船中这个球速不快 注定这个进攻呢 最后即使投球抢到 威胁也不会大 是 这波进攻就怕 长船到了右边啊 祖一这个角攻直接往中间端 是 这个威胁就大 三十几尼奥这球给摘出来了 左一危险了右边 还有球速给的不快 再传进来 点球点附近的解围 来看转换进攻的质量 巴尔加斯给过来 速度要踢起来 乌磊另外一边 传球质量比较一般啊 对 来看队上随极 对 直进来 哎 这次的传球线路呢 没有能够拿捏好 给到对方一些压力啊 好的 别犯规 别轻易犯规 哎 还是吹到吕文君 一看这个局面呢 亚太这边就很难了 有比较明显的犯规 大方一的转移 这应该是打到手上了啊 还好打了一下 对 直接类伍都空荡插过去啊 威杰还是挺大的 走一 好球 来看速度提的怎么样 吴磊 再分回来 好球 再回坐 一脚传递不错 可以往前压一下 是 好的一次变现 外围来机会了 感觉是要来这么一脚啊 哈维尔今天看得出来是很紧张的 一直在喝水 嗯 赛前其实我们就提到他这个帅位 其实这场比赛很有可能 对 就左右他的这一个去留的问题 是吧 而且对于一直球队的主教练来说 特别这种关键的场次 场面不重要 结果才是 这是结果 对 就是结果 而且其实对于海港队来说呢 这个接下来的比赛还真是挺难打的 那么后面联赛还要碰像 这个山东泰山和国安啊 而且下一轮他们就要提成都了啊 但是问题在于 接下去场次已经 已经不多了 已经很少了 对 你这个9分3场球的这个优势 已经很大 哎 很明显 你不是说我还有一半没打 对 那这个位置数还是很大 对 70分钟的时间 海港是1比0的领先 但是在捅破了这层窗户指之后 对于海港队来说也不能够松紧 对 现在一定是要尽可能的多去进球 现在呢 防线略微是有一些收缩的 嗯 前场高位的B强啊 可能也是打到下半场70分钟了 再是把这个幅度破的很大的话 可能这个体能有点受不了 对 看看李文君是 抽筋还是什么情况 嗯 刚才是应该有抽到 嗯 刚才解围的这一项的发力比较猛 还行啊 对方要说今天传球的成功率并不高啊 而且比较奇怪的事实 他们今天的几名外援传球成功率不怎么高 李文君这边要画了啊 摸着这个右腿 对 有点像内侧这个夫人带 夫人带的地方 张灵鹏 张灵鹏上的话 再看一下 哎呦 踢呢 没踢实 嗯 没踢实有一点甩到了 对啊 甩到了确实是比较容易伤到这种 交叉阵带啊 包括内外侧的这一个 夫人带 夫人带 对 张灵鹏上的话 不辨证 那他是打右边 嗯 王神超拉过去打左边 或者就直接他打中后卫 李扬打左边 李扬打左边 对吧 对 现在因为离比赛结束还有20多分钟 是 所以 我还敢来说1比0这个比分呢 还不能完全去考虑到黄手 对 还是不保险 对 还是想办法要在进攻当中 特别是现在呢 对方肯定要攻一波 对 怎么样抓一个攻防转换 抓往返的这个机会 是 张灵鹏打右边 打右边 打过来打左边 是 好 好 好 我 不 好好好 我 segundos 有 一个 哎呀 我往线上和严峻林之间的沟通 再来看 这一侧投球其实没有什么威胁 反倒是这一架 这球是落到中后卫和门枪之间的这条线路上 奥斯卡 裸过来 卢卡斯柱王 先拿住 好球 乌雷再分过来 漂亮进去里面 最后 义腾吧 义腾应该是 也就是身高腿长 这个时候确实是派用场了 其实从步子上来说 义腾这边是差这么半步的 真是腿长 关键是给到巴尔加斯之后 乌磊感觉刚才上前的这一下没有那么的坚决 脚球开出完 看一下开到门前 漂亮 这一下卫震 真是漂亮 完全没有人摊防 在中间这个位置 这次的冲顶完全是把握住了空档 扎扎实实的顶了 对 这个几乎是无解的一个投球 是 距离又近 分量又大 距离乌亚科那么近的距离 而且是在小禁区内 这个球在球门范围 只要不是说你顶到守门员身上的话 基本上就进球 守门员这个球完全是反应不过来 没人盯的 对再来看啊的确 这个在崔奇和毕金号当中 这么大的一片空档啊 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1比0的比分 现在变成2比0了 相对来说更稳一些 是是 所以就是说对于整个球队来说 什么时候捅破这个进球的这道关 是很重要的 对 在捅破了之后呢 对于球队来说 全队的心理的压力放松下来之后呢 更有助于他们去发挥一些自己的东西 对 而且呢 这场比赛呢 对于位阵的位置的使用呢 是纠正过来了 对 之前一直打后腰 对 今天看他在中后位位置上呢 确实也是不那么别扭 是 他自己踢的呢 也相对来说会熟练一点 对 连续击脚错进错出啊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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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尔加斯信心还是足啊 很有信心 打到这个时间点 体能还有一些 但是是不是 王神超这边到底 应该要考虑一下 巴尔加斯车点是不是要换一换 到了85分钟左右 我觉得可以适当的做一些换人挑战 对 王神超这边我估计体能有点问题 嗯 对吧 他国家队因为比赛打了 对 软 比较灵活 左边拿下球 王神超 这个时候 不一定很着急的往前了 嗯 对吧 球权先控制住 其次呢 看看 曼和快的这个节奏的控制 现在对于球队来说也很重要 是 好的 这个时候可以加加速啊 是 还能攻击 漂亮 另外一边 就这一下提速一定是到了奥斯卡这边 这个速度一下提上去了 对 刚才这一下 吵到了远端的张灵鹏 但似乎巴尔加斯对于队友的这一次的处理球不那么满意 感觉自己在距离球门更近的地方呢有更好的机会 这个我觉得适当的交流就可以了 对对吧 不是说每一次都一定看得到 对 而且关键是刚才张灵鹏那个点的确是一次很好的机会 我这个数据 船中海港这边这场比赛已经有24 24船中 但是从我们的这个角度看 这个船中是不是什么角度为为准对吧 好像没这么多 好对好像是没那么多 如果算上你斜向的这种转移的话 对对吧 认定船中的可能更更会认为要传统意义上传统意义上 进去前沿 哇 出其不意啊 进去里面这下能不能带好进去里面连续两脚带球 没问题 王神超率先站住位置 漂亮 这次防守先把位置站住 皇神超感觉要不行了 要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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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吉奇 身体确实滑 别看身板厚啊 乌卡苏罗 返向吴磊这边 对 再往前搜 脚底打滑了 王胜超 应该是已经不行了 吴吉奇在刚才这次对抗当中 示意对方似乎有手机的行为 这个静静一看 确实身体不错 很猛 他身板很厚 来看一下海港队的第二类进球 刚才这一下 奥斯卡又有两个祝福 对 球速也很快 线路也很好 正是因为在角球区呢 打了一次小的配合 嗯 所以导致中路盯防这个时候呢 可能亚太这边出现了很大的纰漏 对 注意力不集中了 嗯 鱼还要上 因为现在边后卫这个位置没人了 对 对吧 李帅国家队这边呢 出现了比较严重的伤病 鱼还这边 左边后卫 这个赛季 鱼还作为一名老将来说 出场的次数是减少了很多 对 鱼还这个赛季只有过一次的出场 对而且那次出场也是打的左边后卫 嗯 上一次登场呢已经要追溯到7月底了 嗯 在对阵仓州雄师的那一场比赛 我这个赛季呢 作为他来说要慢慢开始转型了 嗯 可能这个上场时间是受很大的这种限制了 但是他往教练员这个方向 可能要去更多的发展 是 的确是鱼还对于无论是在俱乐部当中 还是在国家队当中 他对于整个球队的这个积极性的调动啊 包括这个临场的应变和指挥其实都是不错 嗯 好球啊 对啊 先传 好了 要开始起诉了 奥斯卡 躺一下 哎呦 还想传啊 想来一个助攻帽子戏法 对 奥斯卡好的 有空灯了 没跑 太隐蔽了 对 连队友都没有观察到 好呢 分到另外一边 严治宇再往前给 萨尔吉尼尔 中路 胸部坐下来之后 只能回传 左边的没有套上的队友 前场还是缺点 对啊 总结下来就是缺谈龙啊 他中场两个外援其实能力还不错 是 但是今天发挥比较市场啊 来看左边 传进来之后后点后点 第二落点的把控还算不错 对方的第二落点也没有人 今天啊 厂春亚太真的就是传球的这个准确率实在是有点低了啊 尤其是在进入到进攻三区的时候 没有能够非常精准的找到自己队友的脚下 所以看到在射门次数方面 本身就已经相差比较多了 然后整个球队到现在为止只有一脚摄政的这个数据 也就足以体现这一点 奥斯卡 软 再分过来 嗯 好球啊 线路呢 没有直接穿透 对 但是节奏是对的啊 是 套路打出来啊 好了在场边又要换人了 刘云和阿卜杀拉木都要上了 但对于今天这场比赛亚太如果还想要 有些作为的话 可能刘云上的还有一点慢了 因为刘云在这个前场靠前奥的位置 他的这个他还有一脚射门啊 外围组织呢也是有一脚在 组一确实下半场呢 在进攻当中更多的看到他 但是他这个体能情况很明显有一点跟不上 是 这么一调整的话 其实你说亚太完全是为了 反扑 想把这个比赛打回来也未必 对 确实很难了 比赛呢来到了85分钟 比赛呢来到了85分钟 距离全场比赛结束 算上商店补食的话 应该还有六七分钟的时间 赛尔吉尼奥 鞋箱的转移 其实刚才有一个非常好的传球线路 自己没有传 就是这个比赛 对于亚太主角练陈阳来说 也没办法 就本身的实力可能就有差距 再加上我们经常提到的 弹龙这个点一缺的话 就是前场进攻的 就显得有些放不开 对没这么大威胁了 穿透力不够 是 刘云 而且呢 对于整个亚太来说呢 其实到现在为止 整个球队本赛季的这个目标已经基本上都完成了 对啊 他最近这个两个赛季其实还是阵容的一个新老交替 包括有一些人员的变动 对 呃 成绩呢 略微的下降一些 但之前的一些赛季其实成绩还是在一个中油偏上 对 有的时候还打得蛮靠前的这个排名 可以充一下亚冠的这个区域啊 对啊 这场比赛来到88分钟的时间 亚冠亚太获得一个进区右侧的定位球机会 注意力一定要集中防守啊 嗯 别给自己添麻烦 对 本来蛮轻松的一个比赛 别到这个时候呢 定位球你丢一个的话 这又要打出血念了 大家都紧张 对 这球开出篮给到后点 让陆宁给解围掉啊 但是球还在对方脚下 传进来 又被解围 看他 嗯 反而队员这下上的太猛了 所以无雷这边呢 有一点自我保护 对 看看下半场捕食多长时间吧 嗯 那下半场比赛有两个进球啊 嗯 这个上进捕食呢 可能会着型的增加一些 怎么先做 好球 漂亮 给到无雷 无雷 软 自己来 紧直放一杯 打的可以啊 这应该是擦着十字脚出的底线啊 哇 别说这一小子射门质量还挺高啊 再来看 看一下正面 我这个发力可以 脚被压下来了啊 差的不多的 对 看台上的保安都在夺这个球 这场比赛的成会时间已经到点了 上停捕食有五分钟的时间 好的 卢卡苏壮啊 在边路 对上刘云 漂亮 通过这样的比赛呢 拉一拉体能 嗯 再调整一下状态 嗯 对于上海海港来说呢 之后的比赛 对手还是比较强劲的 下一场比赛要对阵成都 接下来五个对手 除了南通之云和大连人之外呢 都是 都是净旅 成都荣城 北京国安和山东泰山 而且其实对于整个球队来说啊 不仅仅是说要是是说现在这个经文上面有那么大的优势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对对于整个球迷来说你之前经历了这样的低谷我需要你有一个非常大的反弹啊 这是这才是球迷和外星们想要看到的 再来到左侧 阵型排不好 不犯错误就行 对 赛尔西尼奥 余海贴得很紧啊 所以就是今天对方的这个两名外员的确是没有和自己的同伴形成一些默契 对 他打不进去 打不进去 中场休息我们也提到 因为上半场也出现了几次失误 下半场开局也有几次失误 就除了失误送给对方的一些好的机会以外 真的让亚太真的让亚太这边正二八进的来进攻 如果倒角倒进去的话 确实机会没有那么的多 遍路再倒一下酒 大方位的转移来到左边 还是传球成功率的问题 嗯 好长啊 来啦 来看这一脚 哦 这下风度及时的 是 再转移一下给到另外一边望迷钱 他有脚穿中的这个上来有点慢啊啊 防守上来有点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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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球捅的这一下很机敏啊 来看切身前再分哎呃漂亮 左边看看奥斯卡继续来啊 嗯 是不是要找一下 我得有机会再来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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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奥斯卡的助攻帽子系法呀 差一点点啊 但是杨世元这一下是不是有受伤的情况啊 感觉和出击的门将刚才应该是撞在一块啊 呃希望只是一个抽筋啊 不是撞击以后产生的伤病 嗯 那这个时候呢 对主打也是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 最后呢也是呃 恭喜上海海港在这场比赛 抵靠着奥斯卡的助攻梅卡尔杜 帮助整个球队呢 是以2比0 在奥斯卡继续中超联赛第25轮 战胜了对手 这球传的太棒了 非常棒 这一项呢是来自于吴亚科的扑救啊 今天的比赛 镜头也是给到了奥斯卡 啊 这场比赛奉献进球的 分别是巴尔加斯和魏震 火灯引幕式当中 我们之前也已经说到了 今天这场比赛上海港一定得赢 还好最终呢 整个球队是以2比0战胜的对手 拿下这场胜利 这或多或少都给整个球队 近期的这个心理上面 掀下了一些担子和压力 对呃 其实我想比赛当中我们也提到 可能这样的一个比赛呢 关乎于教练的去留的问题 也许就是看结果 虽然比赛当中呢也有一些波折 但是结果对于球队来说 特别是对于主教练哈维尔 哈维尔来说还是好的 对 好的那在今天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 期待着海港可以在之后的比赛当中 可以依旧依靠这样的稳定的表现 给我们带来精彩的比赛 那今天为各位带来的中超转播 到这里也就告一段落了 非常感谢李之道的精彩点评 我是龚佳轩 那稍后呢我们将会为各位带来的是 2023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的半决赛的对决 由火箭奥莎利文来对赛萨尔比 希望各位可以继续锁定无形体育 晚安 mama in 阿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